上一世 小舅子为了得到我的公司 捅了我二十八刀 重生后回到家 小舅子正在我家翻箱倒柜 找公司公章 我让他安静点 他不但指着鼻子骂我 还摔了我的药 他以为我还会像上一世一样顺着他 殊不知我刚从精神病院出来 小舅子 是你自己找死 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别人的重生都是改变既定命运总向 我就不同了 直接重生成了一个精神分裂者 回到家的时候 小舅子正在翻箱倒柜 找我公司的公章 那噪声让我烦躁无比 我让他安静点 他反而变本加厉 骂骂咧咧对我竖起了中指 纪伯答 你要看清楚自己的地位 你只不过是我们柳家的上门女婿 是我们家的挣钱机器 那公司本就应该是我的 上一世的影像突然出现在脑海里 就是这个场景 小舅子要抢走我的公司 找不到公章 捅了我二十八刀 我恍惚了一下 双手一摊 耸了耸肩 压制住内心的躁动 柳家宝 公司是我婚前一手创立的 跟你们柳家没有任何关系 凭什么应该是你的 纪伯答 你他娘的少废话 快点把公章拿出来 要不然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小舅子突然站在我的背后 拿着刀架在了我的脖子上 冰冷的刀刃贴着我的皮肤 我只觉得浑身的血液都在向上窜 脑袋翁的一下炸裂开来 脑海里两种声音此起彼伏 杀了他 杀了他 他欺人太甚 他都要杀你了 你还犹豫什么 杀了他 不行 不要听他们的杀人犯法 你好不容易重生了 你要淡定 赶快吃药 就当圣怒快要被理智所控制的时候 脑海中突然出现要我吃药的字眼 我意识到情绪快要失控了 拿出袋子里的药准备打开吃两颗 结果我一动手 小舅子眼急手快 直接抢走了我手里的药 我的药 柳家宝 把药还给我 怎么 什么时候吃上药了 药死啊 说 公章在哪里 小舅子拧开我的药 宁笑着把药全倒在了地上 看你这么紧张 那我就祝你早登极了 没等小舅子把话说完 砰的一声 我抓住他的两个手臂 麻留给他来了一个被摔 不给他反应的时间 直接拳脚伺候 哐当一声闷响 小舅子的头撞到了墙角 随即是杀猪一般的嚎叫 我上前踩住他的脖子 用力向下踩压着 他的颈椎发出咯蹦蹦的声音 让我异常的兴奋 小舅子吓呆了 嘴里咿呀呀 发不出人动静 我蹲下身 抓着他的头发 向地上磕去 乒乒乓乓 像打乒乓球一样 我浑身的血液 都充斥着狂躁与兴奋 柳家宝手握刀具 在我面前挥舞着 我身子一侧 快速放开他的头发 柳家宝亮枪拙 想爬起来向我捅来 我大声吆喝着 向后退去 杀人了 杀人了 柳家宝要杀人了 快来人啊 一直躲在房间的柳如烟 闻声跑了出来 狂通一声 柳家宝伴住我的脚踝 手中的刀直插胸口 直挺挺趴在了我和柳如烟的面前 上一世柳如烟就一直躲在家里 直到我被小舅子捅得不省人事 他才从楼上跑下来 看到我倒着血泊之中 不仅没有丝毫的紧张 反而上来狠狠踹了我几脚 我扯着他的裤脚 求他救我 他却不懈地把嘴角一挑 转脸说着家宝做得好 他们不但抢走了我的公司 还提前打电了警察 以房间没有监控为由 仅凭柳如烟和小舅子的口供 就把案子草草了事 小舅子仅仅在里面待了半年就出来了 而此刻 角落里高清摄像头 正把刚才的一切拍得清清楚楚 我昨天就趁他们不在家 回来布这一切 如今家里楼上楼下 全都是隐蔽的摄像头 我是个孤儿 性格内向且不懂拒绝 柳如烟说他不想离开父母 让我做上门女婿 我从小缺爱 又是恋爱脑 认为结婚了都是一家人 无所谓上门不上门 当即就答应了 结婚第二年 柳家宝就闹着要我的房子 我心里不舒服找柳如烟倾诉 他却人淡如菊 说不就是一套房吗 他要给他便是 我们可是一家人 他不但协助柳家宝去办了过户手续 还承包了房子的所有装修费用 小舅子得了便宜 还想要我的公司 我一直以为是我性子太弱 柳如烟是伏地魔 才会让柳家宝如此嚣张 直到我死后变成孤魂野鬼 我才知道他们家的秘密 原来我一直都只是他们家名面上的女婿 背地里 我就是一个钱口袋而已 柳家宝命大 那把刀距离心脏只有不到一厘米 他虽然活了下来 心脏也受到了重创 离不开各种仪器的检测 整个人算是废了 柳如烟和他父母把我告了 说我蓄意杀人 他们还想像上一世一样 信口开河把我送进去采缝刃机 我都重生了 谁还惯着你们 我直接拿出了精神病院的档案 和那天的监控视频 警察叔叔 我有精神病 是柳家宝扔了我的药 我才控制不住自己的 监控里很清楚 是他先拿刀刺激我 要杀我的 你有精神病 不可能 柳如烟第一个站出来指着我大骂 还有这监控 你居然敢在家里装监控 纪伯达 我看你现在是翅膀硬了 纪伯达 你胡说 明明是你想要杀了我儿子 警官 那视频一定是假的 你们可一定要明鉴啊 纪伯达 你以为你随便拿出了精神病的诊断证明 就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了 你毁了我儿子 必须要偿命 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一家三口的语气如出一辙 还以为是在自己家里 冲上来就想要群呕我 警察叔叔可不是吃干饭 一巴掌拍在桌子上 言声呵斥道 够了 问你们了吗 就开始嚷嚷 也不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 是你们仨爷的地方吗 三人瞬间别气 干瞪着眼盯着我 却无能为力 诊断证明是真是假 监控视频是不是伪造的 警察叔叔一看便知 我被无罪释放 这可惹恼了柳家所有人 他们躲在房间一通商量 当天晚上 柳如烟拿着离婚协议 放到了我面前 纪伯达 我要跟你离婚 你对我隐瞒病史 还伤了我弟弟 我要跟你离婚 房子车子公司都归我 你今天就搬出我家 明明可以靠墙的 柳如烟还偏偏你了一份协议 我拿起协议 三下五除二撕了个粉碎 柳如烟 这房子是我的 车子也是我的 公司更是我的 凭什么都归你 想空手套白狼 没门 要走也是你们走 想离婚 现在就带着你们全家 立马给我滚蛋 你 纪伯达 你是不是没听懂 我说我要跟你离婚 求之不得 但谁也别想 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 柳如烟脸色骤然大变 在他面前舔了五六年的舔狗 突然不舔了 变得这么理性 让他十分震惊 也是 上一世的我爱他 爱到骨子里 恋爱脑附体 最怕听到的就是离婚二字 柳家人就是拿捏住了 我爱柳如烟这个软肋 处处紧逼 直到把我杀死 我都没有丝毫的反抗 柳如烟看我语气坚决 自知理亏 气得直线桌子 却拿我没有丝毫的办法 只得信信的向楼上跑去 这一家人在我这里没捞到好处 我知道他们肯定不会就这么善罢甘休 现在离婚还不是最好的时机 我要拿回属于我的一切 不仅要让柳如烟尽身出户 还要让他们全家都不得好死 我直接打开了柳家宝房间里面的摄像头 盯着他们几人的一举一动 姐 你不是说纪博达是恋爱脑 最怕的就你提出离婚吗 怎么今天他一点都不怕了 你还能不能把他哄好了 我还等着拿钱出国治病呢 我这心脏算是废了 我可不想二十四小时都背着这破机器 是啊如烟 你刚才就应该再逼他一把 纪博达那么爱你 你们结婚这几年 不是一直都是你说了算吗 你弟弟现在这身体状况 没有钱可不行了 他可是为了你才变成这样的 妈 我也不知道纪博达 怎么就突然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他可是有精神病的 刚才你是没看见 他的眼睛都红了 你都不怕他拿刀把我也给杀了吗 他不是还没犯病吗 医生也说了 他这个病控制的挺好的 哪有那么容易就犯病 妈 你们是非要我死了才满意吗 够了 烦不烦啊 那么大声干什么 你们是还想把那个神经病给引过来 是吧 我都已经这样了 你们谁都别想脱离关系 柳如烟 你是他合法妻子 我已经暴露了 你不是还没暴露 只要他死了 这房子 公司和钱不都是我们的 柳如烟微笑着点了点头 自然地把头靠在了柳家宝的肩头 他们全家人就这样达成了共识 我浑身的血液 蹭得一下窜到了头顶 脑海里两个小人再一次出现 我大口喘着粗气 拿出随身携带的镇定药吃了两颗 这些年 他们全家吃我的喝我的 花着我的钱 却一直想要我的命 自从认识柳如烟以来 他想要月亮 我摘月亮 他想往东 我从不往西 他说他不想吃药 也不想生孩子 我二话不说 去做了劫渣 我把他当成公主一样伺候着 从未让他受过一点委屈 可即便是这样 我依然暖不热 他那一颗冰冷的心 在他心里 柳家就是一切 上一世 我特么的还一直以为 他是恋家 以为是他们姐弟俩感情好 姐姐照顾弟弟 是理所应当的 直到死的那一刻 我才明白自己是有多蠢 我毫不犹豫地停了 他们姐弟来的信用卡 然后关上手机 离开了房间 这些年 家里大部分的钱 都投入到了公司的新项目 他们所有的开支 都来源于我的付卡 我倒要看看他们 在没有钱的情况下 还能在我家待多久 我约了朋友一起去了 男人的天堂 洗澡捏脚 KTV 一条龙服务嘎嘎好 精神放松了 人的状态就会好很多 不知不觉间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吃药了 再次打开手机 微信和电话都爆了 柳如烟和丈母娘轮番轰炸 打得实在是让人厌烦 我直接拉黑了他们的电话 几天后 回到公司 就看到一群人围在哪里 鸡鸡喳喳 怎么回事 纪总 您小舅子和丈母娘 在您办公室呢 已经来了好几天了 吃睡都在您办公室 我心头一震 胸口的怒火瞬间迸发出来 这一老一少 这个时候来公司 肯定没安什么好心 云旭 你终于回来了 上次是妈说话重了 你别往心里去 妈这次来 就是来跟你道歉的 如烟也是一时糊涂 你们可不能离婚啊 丈母娘直接抓着我的手 眼泪直流 越说越激动 你也要多理解 理解我这个当妈的心 有哪个当妈的 能看着自己孩子 受那么重的伤 无动于衷的 妈也想明白了 释迦宝有错在先 你有什么火气 就直接冲妈来 妈今天保证 不管你说什么 绝不多说一个字 姐夫 妈给你打了那么多的电话 你不接 她非要跑过来 当面给你道歉 我们都已经在你办公室 等几天了 你看看我这身体 走几个台阶都是喘的 我这身体算是废了 你不在这些天 我姐天天念叨你 还说要决定 要给你生个孩子呢 你不是不知道吧 我姐最不喜欢小孩子了 她可都是为了你 我不动声色地冷笑着 甩开丈母娘的手 坐到了沙发上 两个人一唱一和 煽情的氛围已经到这了 我再不开口 岂不是枉费了 他们唱的这一出好戏 妈 我怎么会生您的气呢 家宝不仅是如烟的弟弟 也是我的弟弟 该道歉的人是我 我怎么可能会跟如烟离婚呢 我有多爱她 你们不是不知道 我只是工作太忙了 出差去了外地而已 家宝 你身体不好 就好好在家歇着 你就这样跑出来 你姐知道了 又该心疼了 我瞥了一眼柳家宝 她的眼神肉眼可见的 有些慌乱 要想人不知 除非己莫为 自己在阴暗的角落里 做过的那些事 早晚有一天真相会大 白 于天 夏 呵呵 博达 我就知道咱家就有最懂事 丈母娘尴尬地笑了笑 向柳家宝使了一个眼色 坐到了我身边 博达 你一个人管这么大的公司 实在是辛苦 妈心疼你啊 虽然你这病不是工作累的 可肯定跟工作忙 也脱不了干系 你这身体 我直接打断了 丈母娘的假惺惺 问她们来找我 到底有什么事 说来说去 原来她们是想让柳家宝 来我公司上班 我暗笑 当即就答应了下来 毫不犹豫地 当着她们的面 给人士打了电话 她们母子 显然是没有想到 我会答应得如此利索 一个个半张着嘴 一副不可置信的模样 送上门来的好事 我怎么可能会拒绝 当天我就让人士 给柳家宝办理了入职手续 直接在我身边做我的总助 不仅工资高 还能时时刻刻监视着我 正合她们的心意 没过几天 刚跟着我谈完业务的柳家宝 提议要去放松放松 我心领神会 点头默许 这么快就坐不住了 要放大招了 我倒要看看她们 能耍出什么把戏来 酒足饭堡 KTV里灯光摇曳 暧昧非常 柳家宝喝得醉熏熏 摇摇晃晃站起来 推给我两个姑娘 放在我面前一瓶酒 邪魅一笑 香水味扑鼻而来 眼前的美女 如青葱一般娇嫩 冲着我露出甜甜的笑 风如细腰 皮肤白皙 身材高挑 亭亭玉丽 不可否认 是我喜欢的类型 我随手把其中一个 搂在怀里 接过她手里的酒杯 仰起头一饮而尽 不知不觉间 只觉得头晕目眩 眼前的景象渐渐迷 离起来 我晕晕欲睡 一头倒在了沙发上 把人给我伺候好了 老子有的是钱 少不了你们的好处 放心吧老板 这种事我们做得多了 您就转钱吧 隐隐约约间 是柳家宝和女人的声音 我紧闭着双眼 任由他们把我掺出了包房 向电梯走去 正对着一张原床的视频监控里 一对男女正在进行中 昏暗的灯光上下摇曳着 我双手抱胸 盯着手机屏幕里的火爆场景 勾了勾嘴 叮铃 突然的开门声 吓得视频中的男女 像泄了气的皮球 卧槽 谁他娘的这么没眼色 耽误老子的好事 柳家宝扯着衣服盖在四处 妈妈咧咧站了起来 家宝 姐 柳如烟带着四五个标型大汉 一个个拿着手机 对着房间和床上 就是一通咔嚓 顾老板 这谁啊 啪 柳如烟狠狠给了床上那女人一巴掌 那女人也不甘示弱 拿着床头柜上的水杯 冲着柳如烟摔了过去 阿德一声惨叫 柳如烟捂着出血的额头冲了上去 紧接着就是女人的哭声和摔打声 两个女人撕扯在一起 骂声 哭声 咆哮声 真够热闹的 够了 柳如烟 不是让你去1201吗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了 柳家宝扯开柳如烟 隔着屏幕 我就能感受到她的不耐烦和烦躁 下了那么大剂量的药 此刻的她肯定如火中烧 想到她刚才被刺激到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柳家宝 你个王八蛋 这就是1201 你居然敢在外面找野女人 我给你拼了 不可能 我的房卡明明是1206 柳家宝甩开柳如烟离开的视频范围 我点燃香烟 扑着眼圈 冷笑着看着视频中发生的一切 1201是柳家宝给我安排的房间 他们想用女人给我下套 还在酒里下了药 殊不知我早就是把酒掉了包 他以为他随便在外面找的女人 就可以把我拿下 那两个姑娘本来就是我安排的 只要钱给够多 让他们调换一下房卡 岂不是守到勤来的事 他们想拿到我出轨的证据 好让我尽身出户 他们余温得力 也不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 我锁上手机 弹了弹衣角的褶皱 瞇起双眼 推开门 晃晃悠悠悠向门外走去 家宝 弟弟 谁在外面吵吵呢 姐夫 你 你怎么拿错房卡了 如烟 你怎么在这里 纪伯达 你 我 我来找你 此时的房间里只剩下他们姐弟俩 柳如烟满身狼狈 衣服被扯得衣衫不整 额头上还是网处冒着血 柳家宝紧张地盯着我 满目疑惑 慌张地往身上套着衣服 看着他们一个个衣衫不整 神情慌张 我突然变得焦躁 大口喘着粗气 把目光落在了柳如烟出血的额头上 柳家宝 是你把你姐的头打伤了 她的额头怎么会流血了 你们两个在房间里干什么 她可是你姐 我的怒火蹭得一下窜了出来 拎着小舅子的衣领 双目星红地盯着她 姐夫 谭定 谭定 我可是什么都没做 你听我说 这一切都是误会 是误会 老公 你快放下 你听我说 什么事都没有 是我不小心摔了一跤 你可千万别生气 快把药吃了 砰的一声 我一拳打到了小舅子的脸上 接着就是一阵拳打脚踢 滚 都给我滚 离开我的公司 离开我家 柳家宝 我再也不想见到你 老子杀了你 纪博达 你个神经病 你他娘的又犯病了 放开老子 老子不去上班就是了 你放开老子 我本来就有病 我有精神病 这可是众所周知的 我发起风来 可是会杀人的 柳家人谁不知道 经过这一闹腾 柳家宝再也没有出现在公司 甚至连面都没有再露过 柳如烟更是支支吾吾 对那天晚上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都是成年人 我在怀疑什么 他们姐弟俩心智肚明 我有精神病 不能提 不能谈 不能受刺激 这件事就像是柳家人 心里的一根刺 立在那里 我就是要让他们提心吊胆 要让他们自己做贼心虚 而我身边干净了 做起事情来 更得心应手 文立明把柳家宝 那天晚上的精彩片段 发给了他的女朋友 秦小婉 当天晚上 秦小婉带人大闹柳家 听说动静闹得很大 警察都去了 柳家宝情绪激动 一个大喘气没上来 直接进了ICU 这下柳家更热闹了 柳如烟打来电话 明里暗里想要我拿钱 我性情大变 一该往日的温顺 一口回绝了他 我不是圣人 我就是想要柳家饱死 他们不是想要我死吗 那就看看到底 谁能活到最后 我直接让助理 订了三亚的机票 去海边度假了 我现在有的是时间 放下恋爱脑 美女左拥右抱的快乐 让我状态大好 听医院的朋友说 柳家为了救儿子 把老家的祖宅卖了 柳如烟更是到处借钱 甚至在各个借贷平台路 点举身份证借款 他为了他这个亲弟弟 可真是亲近所有啊 真让人感动 柳家保装了外置的心脏 每八个小时需要换一次电池 成了彻头彻尾的机器人 我在三亚享受着 为数不多的轻松和自由 日子过得不要太开心 公司有副总管理 我遥控指挥 效益一天比一天好 短短几个月 已经完成了全年的销售任务 我约摸着他们 已经快到山穷水尽了 是时候出击了 收拾东西准备返程 果然 刚下飞机 就看到柳如烟抱着一大树花 站在那里 老公 你总算回来了 我好想你啊 咱们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他一把抱住我 哭诉着离不开我 说再也不提离婚了 说他爱我 不能没有我 他哭得梨花带雨 趴在我的肩膀抖动着 我笑了 果然还是金钱的力量最强大 如果不是已经知道了他的计谋 我差一点就又被他那一副 楚楚可怜的模样给洗脑了 我摆了白手 推开他 懒得再看他这些拙劣的演技 直接开了口 如烟 这些天我也想明白了 不管怎样 咱们永远是一家人 下周就是妈的七十大寿了 我特意推了公司的业务赶回来 请了亲戚朋友来家里给妈过寿 真的 老公 你真的太好了 呜呜呜 我还以为你都忘了呢 我这就打电话告诉妈 妈一定很高兴 该来的总会来 我不仅要给老太太操办生日 我还要送他们一份大礼 毕竟所有亲戚朋友都在场的情况下 送出去的大礼才有意义 我瞥了一眼柳如烟微微隆起的小妇 孩子都给我准备好了 这速度可真够快的 赵母娘一听要给她过寿 立马支棱了起来 又是群发信息 又是打电话通知 高兴的嘴都咧到了脚后跟 把她那些老姐妹和跳广场舞的舞伴 全都通知了一遍 还是我女婿对我好 伯达 咱们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妈可是一直都把你当亲儿子看待 听妈的话 搬回家来住 以后妈天天给你做好吃的 是啊伯达 你不在这些天 你妈和我天天念叨你 小两口哪有不吵架的 夫妻吵架没有隔夜愁 今天晚上不能走了 咱也俩喝两杯 好好放松放松 你们俩年纪也不小了 该要个孩子了 趁着妈还能给你们带孩子 赶快生一个让妈也想想天伦之恶 听听 这老两口说的一套一套的 不是这个家不能没有我 是这个家不能没有我的钱吧 要不是他们连水电费都拿不出了 我都能想象得到 那些恶毒的话语有多可怕 我冷笑 瞥了一眼柳如烟 是个孩子都让我来接盘 真以为我是卡车吗 我直接一口拒绝了他们 以公司有事为由 离开了家 生日当天再回去的时候 家里已经坐满了人 三姑六婆 二叔大舅 还有小区的广场舞大爷大妈 硕大的大厅挤满了人 柳家宝挽着秦小婉 穿梭在人群中 一副当家主人的做派 不得不承认 柳家宝在对付女人方面 确实有一手 秦小婉都把她闹进ICU了 两人还能一如既往这么亲密 我真是自愧不如 只是不知道今晚过后 两人还会如此腻歪吗 投影屏幕上播放着 他们全家的照片和视频 一家四口 其乐融融 柳如烟他们姐弟俩 更是请了五星级厨师团队 四一帮工都找了几十人 好不热闹 开席准备切蛋糕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大厅的正中央 突然 投影一画风一转 屏幕中间出现了两个赤身 国体的男女 柳如烟和柳家宝 一丝不刮地抱在一起 正在做着不可描述的事情 现在一片混乱 尖叫声四起 柳家人背对着屏幕 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以为是底下人激动 一个个脸上露出傲娇的神情 简 给我生个孩子吧 反正有纪伯达养 谁也不会怀疑到我们头上 谁是你简 叫老婆 纪伯达那个傻子 根本想不到我们才是真正的夫妻 妈这个主意是真的绝 等纪伯达死了 这个家就真正是我们的了 你那个秦小婉呢 我看你那么爱她 怎么不让她跟你生孩子 她就是咱们的看门狗 我心里真正爱的人 可一直都是你 丑闻曝光 秦小婉直接踹了蛋糕 跑上台去 柳如烟脸色大变 尖叫着喝柳家宝 去遮挡显视频上面的内容 此时不发疯 还待何时 我受了刺激 精神病发作 拎着凳子向两人砸去 柳家宝跑得快 拽着柳如烟挡在前面 尖叫着躲在女人背后 我拳脚并用 这些天在三亚 我可是一天也没有拉下卤铁 身上的腱子肉帮帮硬 一个女人根本挡不住我的拳头 我用力一扯 对着柳家宝的眼睛就是一拳 紧接着再来一脚夸下 那惨叫声让我浑身充满了斗志和力量 请小婉充当助攻 连抓带药 俩人脸上瞬间五彩斑斓 他们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 再加上有帮手 才没几分钟就双双倒下 我完美地避开了他们身上所有的致命部位 使出浑身的力气把两人打成了猪头 看热闹的亲戚们哪个也不敢上前拉架 我有精神病的事早就被丈母娘说得人尽皆知 谁也不想跟一个精神病人扯上关系 被戴绿帽子又被骗婚 是个男人都受不了 何况我还有病 发发疯再正常不过了 丈母娘和老丈人哭嚎着瘫倒在地 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宝贝儿子被打却无计可施 他们真以为我出去度假仅仅是为了躲开他们 我没那么蠢 我故意离开家 离开公司 就是为了让他们放松警惕 以便我拿到更有力的证据 我在外面这些天 一刻也没有停止对他们的调查和监视 柳如烟是抱养的 在没有认识我之前 他就已经跟柳家保管在了一起 我这个接盘侠什么都不知道 还一直把他当作宝 被他们骗了那么多年 难怪他在我这里表现得那么无所谓 连房子和钱甚至公司都愿意给柳家保 不仅拿我当钱袋子 还把我当傻子 如今的我除了恨 再无任何其他 120和110同时来了 我当着医生的面吃了药 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他妈的纪博答 肯定是你干的好事 敢算计老子 老子杀了你 柳家保骂骂咧咧从地上爬起来 捡起手边的玻璃碎片向我扑来 我站在警察的身后 笑呵呵地看着他 没等他靠近我 哐当一声 柳家保身上掉落一个小方盒子 紧接着整个人直挺挺地倒在了人群中央 那是他人工心脏的电池盒 人工心脏没有了电 那就成了摆设 柳家保被抬上了120 我精神病发作 自然是要有去医院检查的 跟着上了另一辆救护车 警察坐完了笔录 跟着救护车一同走了 大厅里一片杂乱 柳如烟被一群人团团围住 干着急却无法脱身 我打开大厅的监控 戴上耳机 开始看戏 顾小姐 把今天的账结一下吧 食材加上服务费 一共12万8千吧 什么 我们可都没吃一口 你们凭什么张嘴就要这么多钱 都要出人命了 你们是冷血吗 看不到吗 我要去求我弟弟 你们让开 柳如烟疯了一样巴拉着要向外跑 可怎奈面前是一群彪形大汉 各个虎视单单盯着他 纹丝不动 任他如何发疯和挣扎 依然挪不动半步 食材是您和老太太亲自选的 三十多个服务生是您弟弟 哦 不 是您先生要求的 我们的食材已就位 该上的都已经上了 您这里突发状况是您的问题 该结的账一分不能少 我没有钱 没有钱 你们去找刚才那个男人 他有钱 你们去找他 他才是我老公 他是董事长 不会欠你们钱的 我们不认识什么董事长 不董事长 今天这钱你给也得给 不给也得给 想赖账 那就让你看看我们的厉害 领头的人手一挥 哗啦啦所有人都拿出来 腰里别着的紧棍 举起来就要向柳如烟打去 啊 助手 你们都不怕我报警吗 我现在可就要报警了 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今天就是天王老子来了 我们也不怕 砰的一声 领头的直接一棍子 打在了柳如烟的后背 他哀嚎着倒在了地上 发出痛苦的身孕 别打了 我求你们了 我劝你最好识相一点 没钱装什么大佬 还过瘦 想白嫖 今天就让你看看 我们手里这棍子的厉害 眼看着棍子接踵而至 柳如烟大叫 等等 有钱 我有钱 别打了别打了 我有钱 我现在就拿给你们 早这么说不就好了 支付宝还是微信 现金 我有现金 我现在就拿给你们 跟随着他们的脚步 我调整着房间里的摄像头 柳如烟先是下到了地下室 从夹缝中拿出一把钥匙 然后走进了我的书房 原来就在我的书架后面 居然藏着一个暗格 里面整整齐齐摆放着 一落落的百元大钞 原来他把钱都藏在了这里 我一直以为 他们只是把我的房子 过户给了柳家宝 可女人心 还抵真 罪毒不过妇人心 柳如烟骗了所有人 她做了一套假手续 不仅骗了我 还骗了柳家宝和老两口 她背地里偷偷卖的那套房 把五百多万现金藏在家里 做得神不知鬼不觉 可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只要给够钱 私家侦探可以把你脚底 有几颗质都给插出来 十二万八千八 六万八是辛苦费 剩余六万 我直接捐给了山区贫困儿童 那些没有冻块的食材 我也让人送去了福利院 有钱能使鬼推磨 柳如烟做梦也想不到 他们找的厨师和服务员 都是我事先安排好的人 柳如烟眼睁睁看着我 拿走了格子里的钱 欲哭无泪 亮呛着上来要同我拼命 我甩手给了他一巴掌 冲着他的小腹踹了一脚 转身走了 柳家宝还没到医院 就心脏骤停 死了 老太太的生日宴 变成了儿子的忌日 彻底成为了街头巷尾 谭姿的笑柄 老两口白发人送黑发人 当天就双双病倒 不省人事 柳如烟小产 被人发现的时候 已经奄奄一息 孩子没保住 子 公也被摘除了 老两口没了儿子 又没了孙子 跑到柳如烟的病房 大闹了一通 骂他害死了自己的儿子 连个肚子也护不住 骂他是个白眼狼 诅咒他不得好死 我申请起诉离婚成功 柳如烟败诉 净身出户 我接着起诉了 他和柳家宝杀人未遂 接下来等待他的 僵尸法律的制裁 老两口没钱交医药费 被免出了医院 听说秦小婉找到老太太 如走了老太太身上 唯一值钱的金手镯 还大放厥词说 他们骗婚不得好死 老太太气得差一点 交代在他面前 柳如烟虽依靠着保险 暂时留在了医院 可那些借贷平台的人 却找上了门 他们不激进 也不威胁柳如烟 只是派人天天跟着他 吃饭跟着 睡觉跟着 就连上厕所也跟着 在医院时不时播放几条 他那些举身份证的路 点视频 一字不提要债 我让人扔了房间里柳家所有的东西 换了密码锁 低价出售了房子 柳如烟不堪忍受各种风言风语 已经开始说胡话 神志不清了 他跑到已经出售了的房子面前 大声嚷嚷着 这是他家 他要回家 物业一开始 还耐心给他解释 可时间长了 干脆直接报警 他一次次地被警察带走 又一次次地回来大吵大闹 被人明里暗里没少打骂 柳如烟彻底疯癫了 他跑去找柳家老两口 被打得狗血淋头 他被拴在桥洞下面 受尽了侮辱和折磨 像狗一样天天等吃等死 我撤销了对他的起诉 相比较让他进去采缝刃机 我更愿意看到他过的人不忍鬼不鬼 我去医院做了全面的体检 报告显示 我的脑电波放电正常 各项指标均正常 医生说我可以彻底摆脱镇静类的药物了 我暗笑拿出口袋里那瓶药 取出一颗放到了嘴里 很甜 你要不要尝一颗 我为了学习精神病人发病时的心理和行为 重生之后的半年 我把自己送进了精神病院 我与那些病人同吃同睡 强迫自己变成他们的模样 为的就是瞒过所有人 而口袋里的所谓镇静药 只不过是儿童维生素而已 又过了两年 柳如烟被慈善机构发现 从老两口那里解救了出来 他不服管教 从机构逃跑 下落不明 没有了柳家的羁绊 我把所有的精力全都放在了事业上 互联网发展迅速 我抓住风口 利用重生得到的信息差 短短两年 把公司规模扩大了好几倍 如今我身价过亿 出门保镖美女跟随 豪车任我选择 日子过得风生水起 就当我快要忘记柳如烟这个人的时候 他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 虽然早有心理预期 但看到他蓬头垢面 浑身肮脏 我还是吃了一惊 伯达 我终于找到你了 你别离开我好不好 我知道错了 求你原谅我好不好 他们都说我疯了 可我没疯啊 我爱的人一直都是你啊 是老太太 是他逼我骗你的 都是他们干的 跟我没关系 我也不想那样的 可他们逼我拿钱 不给他们就打我 我冷笑 紧盯着他的眼睛 柳如烟 别演戏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也是重生回来的吗 他的瞳孔末底一阵 眼神慌乱 飘忽不定 什么 你 难道你也 不错 我也重生了 你以为这一世 你藏了那五百万 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吗 柳如烟 贪心不足蛇吞向 这一切都是你作茧自负 你以为你怂恿柳家宝杀了我 他们一家人就能真正接纳你 你一直都是柳家的棋子 上一世你是他们捞钱的工具 这一世你是他们生育的机器 你早就该死了 死不足惜 你想杀我不成 就想借我的手杀柳家宝 你以为只要我们其中一个人死了 你就可以坐享其成 可惜我没你那么蠢 不 不是的 柳家宝他爱我 爸妈也爱我 不是的 不是这样的 我吃笑 拿出手机放在柳如烟的面前 那是一段柳家宝和他父母的谈话 全程都在算计柳如烟 从抱养他开始 这一切的计划就开始了 上一世 柳如烟以为我死了 他就可以成为柳家真正的少奶奶 可就在柳家宝出来的第三天 柳如烟就死于非命 紧接着柳家宝就结了婚 再然后 柳如烟就信我一步重生了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纪伯达 你是什么时候重生的 明明这一切都在我的计划之内 为什么你也重生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都重生了 我是不会输的 不会 柳家宝明明早就该死了 为什么 为什么 纪伯达这一切都是你在搞鬼 是不是 我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柳如烟咆哮着向我冲来 我身边的保镖一拳砸过去 两颗门牙一闪而过 我笑而不语 转身走了 又过了几天 老两口惨死在出租屋内 大金麦被割裂 满屋子的血 警察去的时候 柳如烟正在煮着骨头汤 地上是残缺的肢体和骨骼 柳如烟被判死刑立即执行 是的 我重生没有柳如烟走 我最开始也不知道他也是重生回来的 可当我查到是柳如烟让柳家宝在KTV里算计我的时候 我就开始了怀疑 直到我查到他卖了那套房子 我就确定了自己的判断 重生不易 一手好牌被柳如烟打得稀巴烂 我一直相信 抱有害人心思的人 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我爱柳如烟 第一眼看到他 就碍到了骨子里 我为了他心甘情愿做了恋爱脑 成了别人眼中的上门女婿 可他丝毫不珍惜我们的感情 为了钱 背叛 欺骗 甚至谋杀 我不是没有幻想过重生一次 他会重新做出选择 哪怕告诉我他是迫不得已 我都有可能会手下留情 可他并没有 他依然想尽一切办法要杀了我 他爱过我吗 我想 他爱的一直都只有金钱吧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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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文完